俄罗斯腹地的小国颜色革命了 美国不惜亲自下场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这段时间啊 美国在俄乌和中美问题上是越陷越深 美国的战略选择错误 正在给他自己带来无数的麻烦 然而就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又突然对一个小国下黑手了 甚至为了确保成功 美国的不惜亲自下场 但是如果放任不管 由此带来的后果 俄罗斯和中国恐怕都会受到影响 格鲁基亚 这个国家呢 在中国的舆论上 可以说是相当时间都属于名不见经传的一类 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2008年奥运会 因为不听话被俄罗斯教育了八天 然而就在今年的4月9号 一场规模极其庞大的颜色革命 又开始席卷格鲁基亚了 一切的源头呢 都始于格鲁基亚 定制了一份涉外外国代理人法案 这个法案呢 参考了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的内容 也就是在格鲁基亚境内的各立组织和机构 如果它的资金来源有超过20%是来自国外 那就必须进行专门的登记注册 说白了 就是防止外部的渗透 利用NGO来制造社会语论 进而实施颠覆活动 只管他说呢 这个事情对正常经营跨国业务的企业来说啊 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对于那些真正心怀鬼胎的渗透力量 可就不一样了 于是颜色革命又又在格鲁基亚爆发了 不过呢 与其说是爆发 不如说是格鲁基亚这一部外国代理人法案 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 刺痛了西方实施渗透的部门 并报复性的引爆了埋在格鲁基亚的地雷 这场颜色革命从4月9号开始 闹到了5月份 持续一个多月还是没有结束 路透社的消息中提到啊 格鲁基亚全国一共也就370多万人口 结果这次的动乱 每天有数万人在闹 那帮人他不要工作吗 不是 那帮人他在做工作 上街就是他们的工作 甚至都毫不掩饰 那到底谁是背后的金主 直接批准欧盟的国旗 对抗自己的国家呢 更为严重的是啊 为了确保这场颜色革命能够达到目的 美国白宫甚至亲自下场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直接喊话威胁 说如果格鲁基亚这份法案生效 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双变关系 格鲁基亚必须在人民和法案之间做出选择 看看 美国是装他都不装了 事实上 格鲁基亚本身搞颠覆 对美国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他的地理位置却太过于关键了 各位打开地图就能明白了 向北直接接触俄罗斯的腹地 向南连接着阿斯拜江和亚美尼亚 再下面就是中东了 而向西是土耳其黑海 向东则连接着离海和中亚 从北约想把格鲁基亚定为北约的扩张目标 就能看出来 美国就是想要在大高加索地区打下一颗钉子 牢牢的锁住俄罗斯一大部分的精力 而如果俄罗斯放任不管 影响范围太大 甚至连中国在中亚中东一带的一带一路项目 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俄罗斯该高度警惕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